那喊声中车手全力冲刺 这是2015年国际自由车环台赛 有26个国家 23支队伍 总共有将近100多位选手参赛 经过了137公里的路程 终点站来到桃园复兴区脚板山 不过因为遇到下雨风大 有选手在冲刺终点站的时候滑倒 天后不佳 再加上环台赛程有平路 爬坡也会经过市区 海线山区 各种不同的环境 对选手来说是一大挑战 来到现场加油的民众 也有很多的当地泰雅族人 而居民也希望 透过这一次的C市 让更多人看见复兴区的美 更能带动附近部落族人 所经营的店家商机 而且这个地方又很美 不管平常的时候 你都可以骑着自行车来这边 不错的一个 把这个道路用好一点 然后让自行 硬体的自行车比较好骑 然后带来那些观光 桃园市长也来到现场为选手加油 并且表示期盼透过竞赛 打响桃园复兴区的名号 能够让所有人都知道 这里是泰雅族的原香 这里有很多特产 香菇 绿竹笋 水蜜桃 非常多的 非常多的 好的东西 可以来这边观光 台湾这几年来 自由车产业兴盛 加上风景美丽 让自由车赛 越来越受到瞩目 渐渐成为了 国际重点赛事之一 既然算大陆桃园复兴 采访报导